分隔两年后,诗之和义团队终于可以回家,相聚一起欢庆,睡末祝福了。 在金石塘场外设立了寿司四次摊位和推广环保理念, 更在那场有金石人文展品茶区,灰村,酒桶梅娘家和各式各样的新村手工制作。 大家欢迎敬意它,好热闹,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回家的感觉。 我们今天推广的蔬食都是简单化,生活化的。 在我们生活旁边的环境里都是你随处可见的食物,都可以很简单的准备, 所以都不用大煮大炒,都会是很有营养,很好,很美味的。 今天的四次,这个食物都蛮好吃,尤其是那个肉架,还有那个酵素,都很合我口味。 我觉得吃素会比较给我们身体带来健康,就比较干净,就不会说吃太多肉食,会有比较多毒素在身体。 那场金丝堂里,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,每个摊位都占满了人潮,红红的队颜,挂满了屏风,一眼向上去,都是能量满满的新村好花。 我一来到就看中了这幅对联,心有慈悲,天福寿,思因事果得吉祥。 我觉得这个就很久带回家,就像上人总是讲,心啊,是很重要,心一直在怀有慈悲,那么自然而然你就会得到那支福寿跟吉祥,是很,很乐趣。 有一位来自缅甸的法师,在环保志工的邀请下来参与,废墨祝福,法师鼓励大家要把实际的法脉永恒持续下去。 在手工制作摊位,有位86岁的老人家制作梓花与人结盐,因为从小家境贫穷, 也经历了日式战争时代,他学了一门谋生手艺,而现在已年老,希望回馈社会。 我们知道,这个纸可以作花的,可以跟街道人结缘啊,和什么朋友教导我们啊,我们要懂的事情是平白的,要教人家,告诉人家,不可以自私啊,不可以贪嗔之啊。 在自工的邀约与分享下,民众成熟度带领着孩子,把上宫下节进私,扶贵券投进盒子里,希望把善行教育从小开始。 从小带他来参与这些活动呢,也鼓励他从小就培养这个善行,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把爱与善这个根种下来了,那么这个根种下来之后,他会慢慢的萌芽了。 一位来自澳洲的志工,在采访的跑马员环保交易战后,跟随家人参与睡末祝福,觉得这里的睡末祝福很热闹,很温馨。 这一次来这个静诗堂这个感觉真的是,真的有回家的感觉,感觉到这边的这种新人的气氛非常的温馨,然后看到大家在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努力,尤其是环保战,环保是说那种物质上环保,心灵上的环保也做得很成功。 陈怡营来到静诗堂,让她有种回家的感觉,在看了荧幕上播放一整年的大杖精,感觉到很感动。 让我觉得这整个氛围呢,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温馨,从来我参与那么多的活动,是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是回到家的那个感觉, 收到那个上人的那个祝福红包的时候,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用心,就是上人的那个用心在就是设计这个红包,然后为大家的祝福,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福慧红包,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恩。 马来西亚,冰城,冯丽西,到岛 多一份善恋,多一份平安,一人一善,远离灾难。